穿着格子衬衫的灵性男子 眼神不断游移 言辞闪烁 坦承警方口中的太极男子 已经死亡 还被弃尸 带着警方来到宜兰樱花林园附近 拦沙坝 果真发现 一具男性尸体浮在水面 死者妻子双手核实跪地 眼面痛哭 但其实弃尸当下 他不只在车上 还全程参与弃尸 原来35岁的太极男子 持观光签证 原定1月19就要离台 却逾期拘留超过4个月 在台非法当装潢工 27日因为不明原因死在家中 妻子担心非法移工身份被发现 不敢报警 不敢送医 反而和林姓雇主求助 没想到林姓雇主竟然伙同 其他两名移工 从郊西住处开了13公里 到蓝沙坝气湿 他想不到送医生 他怎么送医生 他没有送医生 叫死者姻母 要先担 我就坚持歪了 他就是真说 他们会去 移工被发现时 身上并无明显外伤 妻子向警方公称 移工平常会在家里喝酒 因为近期身体不适 没去工作 却在家中突然死亡 即便雇主表示 一切都是移工妻子主使 但妻子公称是雇主知道 双方互推 而且雇主联手气湿 动机也让人怀疑 到底是为了躲避雇用非法移工责任 还是这之间又有什么情感纠葛 根据警方说法 雇主在气湿后 还踹了一共一脚 至于其他两名扯上气湿共犯 也已经被警方带回警局 太极移工离其在台湾丧命 妻子还伙同雇主气湿蓝沙霸 案情疑点重重 检掉抽丝剥茧 持续调查厘清 东西文代之间 电视好林可荣宜兰兰报导